那麼美國共同黨在這次其中選舉 取得聯邦眾院權的掌控之後呢 也表示說什麼 現在獲選為眾院共和黨領袖的麥卡錫 要成為下一屆眾院議長 那麼取代民主黨裴洛西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部分 其實麥卡錫 抗中有台的立場是蠻明顯的 所以主張加強台灣軍力 並且呢 也延領會成立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這個挺台抗中 恐怕是會持續呢 現在麥卡錫在2027月份表達說 支持眾院議長裴洛西訪台 如果當上議長也很樂意訪台 那麼大陸對於這個麥卡錫 可能訪問台灣表示關切 同時也說呢 提醒中方 美國是提醒中方 不要在台海問題上過度反應 那麼兩方呢 其實都有一些想法都是希望 你不要太超過 有明姐 我們看到民進黨在1.26輸掉以後 很多檢討的角度呢 民進黨內部跟外部的檢討角度呢 稍有不同 外部都普遍認為說 1.26的選舉是地方型的選舉 對於這個兩岸關係啦 未來的這個路線啊 不一定有指標性 可是民進黨自己內部呢 一直認為說有關係 所以才會之前在兵役 是否延長這個議題上 民進黨那麼多的民意代表 他們馬上2024要選舉出來表態 那另外所謂的美國角色呢 也是由民進黨主動提出來的 就是賴清德 丟出這個所謂疑美論 那我為什麼會用這個方向來分析 因為很簡單 我覺得台灣現在的 就政治選舉的問題來講 你不管去做什麼民意調查 大家對於台海的問題 這個中國大陸的戰爭問題 甚至美國支持的問題呢 可能民調不會做出真實的想法 因為台灣的民眾呢 也要耗面子 也不好意思真的跟大家講說 我很怕死 這個戰爭我沒辦法接受 所以才會不管怎麼調查呢 說兩岸如果一旦有事 有60% 70%人說 我會出來捍衛台灣 我覺得這個調查的 完全是耗面子 就是你在問那個問題的時候呢 他不告訴你真實的想法 可是真實的想法是什麼呢 就是萬一真的 是投票的時候 你民進黨如果不改變這種 喊打喊殺 以及呢繼續跟美國強硬派 將合作以及美國的強硬派呢 不斷要過來武裝台灣 讓大家覺得兩岸的戰士一觸即發的話 我覺得實際在選票上 民進黨這次已經發現了 民調大家不講 民調可能會騙你 可是實際投票的時候呢 他逃不了好 所以這也是我認為民進黨接下來 2023這一年 特別賴清德他自己知道 他掛一個台獨的標籤 他已經在台獨立場上面 可能連美國那一關都過不去 更何況對岸的中國大陸 那麼大家又有 這個民進黨本來應該在 跟中國大陸緊張關係上面 應該想辦法踩一點煞車 可是你現在出來的 賴清德被視為呢 不但不是踩煞車 是加油門的這個人的時候 那賴清德時代 他對於美國的這種強硬派 他會不會像蔡英文一樣 那麼歡迎來台灣呢 可是在這個時候 我們又回到前一段討論的問題 這些情形 對賴清德來講 明顯不利的事情 可是蔡英文會不會在乎他呢 會不會願意幫賴清德一把呢 這些其實都是問題 我認為台灣所謂的以美論 就是即使那個以美論的定義 我們用賴清德的定義都可以 真正台灣對於美國角色 開始起疑呢 其實不是別人 任何人責任 是美國人的責任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還記得吧 長年以來 甚至在蔡英文的第一任 大家都沒有意識到 本來我們跟中國大陸對岸 就算有軍事緊張衝突的可能性 可是採取的戰略方案 都叫做決戰境外 從來沒有讓我們覺得說 這個戰爭會發生在台灣的本土 因為大家都知道 台灣是一個這麼小的島 你真的一旦進入到本土呢 那這件事情就完了 那所以我們台灣過去 對美國的期待是什麼 期待就是你美國航空母艦隊 對艦隊要來啊 你的那種制空的優勢要來啊 你要讓我們的這個 反飛彈的系統要更強化啊 你要在中國大陸 他有機會要越雷池一步的時候 你要整個幫我們反擊 決戰境外啊 結果你後來發現說 俄烏戰爭的時候 好像美國 俄烏戰爭打得很高興 覺得說我可以利用一個在這個 打一個跟他無關的國家 在那個戰場上耗了很久 所以他可以把他一個死敵 俄羅斯呢 可以把他拖累拖垮 所以他現在想要在台海呢 然後複製把台灣說 你們要當兵 你們要這個陸戰 你們要自己防衛 你們要搞地雷 就是想辦法把中國大陸 在台灣的戰場能拖多久 是多久 用以消耗中國大陸的 國際聲望 經濟優勢什麼等等 但台灣不是烏克蘭啊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那個 這個地少人多 然後大家人口那麼稠密 我們沒有腹地可以跑啊 我們國內自己 也沒有地方可以流亡啊 甚至我們是一個島啊 我們連要想到烏克蘭 他們很多人跑到歐洲 其他國家 跑到鄰國什麼的 我們沒有地方可以去 那我們怎麼辦呢 那台灣的人 完全知道是這個狀況 結果你美國人現在 要求我們的從兵役延長 武器部署 各種方面的壓力 通通都是從決戰境外 變成是我們要死守台灣 在境內出擊的話 難怪年輕人會 每一個人都覺得 我就要做炮灰了 我已經沒有活路可以走了 那在台灣的民眾 都覺得沒有活路 可以走的時候 會投票支持這樣子的 戰略方向跟政治方向嗎 所以我是真的覺得 疑美論是因為美國強迫民進黨 而民進黨竟然 全盤接受了這個 戰略上的大改變 其實美國人就算希望台灣 自己強起來我們多買武器 可是我們可以跟他反擊說 我們還是要決戰境外 你美國人對我們的承諾就是 要把中國大陸死守在境外 你的優勢 你的航空母艦 你的戰機的優勢 你就要協助我們 可是民進黨沒有做這件事情 而美國 意思是如果我們不能把這個 戰爭拖久 因為決戰境外 戰勢無法拖久 他如果不把戰爭拖久 他沒有辦法達到美國的 私心把中國大陸 拖垮的目的 所以是怎麼樣 台灣人犧牲打爛 我們台灣才多少人 2300萬人 大家想想看 這樣子在台灣 狂轟爛炸的結果 我們死個幾百萬一千萬 我們台灣一半的人都氣溜溜 這是我們要面對的命運嗎 這也是今天大家開始反對美國 用這種方式 逼我們買這種武器 用這種方式部署我們的軍隊 所以現在在講說 什麼美國國民軍 什麼各方面 越放這種消息 台灣人越反感 因為我們不要決戰境內 所以可以看到在投票 就很明顯了 看出大家的一個決定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 它有嚴選的大干貝 另外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 這一顆一顆的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